嗨,大家好,我是Sophie 我面前的这个花盆里呢,有两株卡特兰 准确的来说呢,一株呢,是Cathalia Walkreana 另外一株呢,是它的杂交品种 这两株卡特兰呢,是我养蓝以来呢 最让我受挫折,最受打击的经历 其中的这一颗呢,是 Cathalia Walkreana 在我手里呢,超过一年了 看看它现在的模样 连根也没有 长得呢,也非常难看 从它的Sudo Bob看起来呢,紫色的 晒太阳呢,也足够 可是不论我用什么方式种 水培,水苔,目前都不长根 所有长出来的新根呢,根间呢,过一段时间呢,全会发黑 然后就完蛋了 然后就完蛋了 一年多,一直如此 这是这一颗 另外的这一颗呢,是Walkreana的杂交品种 Alcea Azo Madoka Sing Blue Star 还是一个获奖的兰花 同样,这一株呢,在我手里的时间就更长了,超过一年半 或者更久 情况一模一样 每次长了根 长一段时间 差不多两寸 根有两寸的时候就开始发黑了 你可以看到这个根间 下面的根就更不用说了 这株呢,我今天早上才从水苔里面拿出来 我查了不少资料呢 不管怎么样,我都种不好 我最近看的一个资料呢 是说这个Katalaya Walkreana呢 它不是和其他的卡特兰不一样 它不是寄生在树上的 是攀爬在岩石上 石灰岩或者是 Cliff其他的那些峭壁岩石上 不在树上,而是岩石上 那有人呢,就用空盆 就是这种桃盆呢 没有植料在里面种 我看有人用木炭呢 纯木炭呢,也能种得挺好 我呢,没有试过木炭 那我呢,就找了一个非常古老 几十年的一个老,很老很老的老桃盆 很厚重的一个桃盆 我呢,就打算呢 把这两株呢 全部呢,就是裸根呢 放在这个桃盆里 暂时呢,就打算这样做 据说呢 它的根要很多水分 但是要干得非常快 所以呢,我眼下呢 就打算呢,把这两株呢 放在桃盆里,空盆 每天呢,把桃盆浸湿 然后呢,这两株植物在里面 每天浸泡一次 这样做的工作量非常大 但是的话呢 我想试几 两三个月,一两个月 看看它的情形如何 另外据说呢 它们需要极强的光照 现在呢,天气暖和了 我呢,暂时就打算呢 把它放在南窗 天气一暖呢 就放到室外 这个呢,是我眼下的打算 我呢,已经折腾了 这两棵植物一年多了 也不见起色 我不介意再多折腾几个月 假如你有种过 Cathalia walkeriana 或者它的杂交品种的话呢 请你给我一点点tips 中文呢,叫做走路人 如果你能给我一点点 相关的意见或者指导的话呢 非常感谢 你怎么办 对签并没有 对签并没有 对签并没有